天文台下午發出今年首個紅色暴雨警告 今年首個紅色暴雨警告 在下午5時3時發出 大嶼山和港島的雨勢最大 錄得大約50毫米雨量 大嶼山南部、南丫島、長洲和赤柱 更加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 介入局宣布所有夜效今晚停貨 天文台早上亦曾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到下午3時半雨勢增強 第二度發出黃雨 天文台預計明天日間雨勢減弱 星期五會再有大罩雨和雷暴 而在紅雨期間 荃灣多層停車場附近 一棵15米高的大樹倒塌 樹棺和樹幹壓倒兩輛車 消防員將樹切開放在路邊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